所以我們只要把它專檔儲存下來 然後呢做輸出就好 那專檔呢 你可以從最上面這邊直接做儲存 好 您存在哪邊其實都還好 反正下次可以再編輯 事實上這個軟體是我平常編輯部落格上影片最常用的 因為平常上課的時候 不太會NG 可是呢 自己在家裡面錄部落格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一下這個錄牌 一下那個烏拉 需要剪接 或者錄太小聲啊 之類的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來做 那弄好了之後 您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導出 導出 您可以看到 有沒有可以輸出單一張 也可以視訊 也可以直接上傳youtube 那麼超過這個範圍 的右手邊 這些都是付費功能 不過老師不用擔心 我們剛剛講過的 一樣可以用 只是右手邊這邊輸出的時候 會有什麼 浮水印 會有浮水印 所以我只要把它變成視頻就好了 按一下 它預設輸出也是什麼 MP4 也是MP4 那就看您想要把它放在哪 確定 那這時候就看您影片長長 他就幫您做輸出 所以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使用上其實還不錯 當然我覺得說 它的那個藍綠幕去備效果 也蠻好的 它的使用方式比較像是那個什麼 老師您用過的 Evercam Powercam的概念 也就是錄製的時候你看不到 等到編輯的時候 你才看到 我有一個自己的視訊在那邊 那你要放左邊 放右邊就自己決定 所以它有它的優點 所以就看您覺得說 需要使用的是什麼 這樣子 好 那我這邊就稍等它一下 應該一下就輸出完了 那利用這個時間先問一下老師 您這樣稍微體驗過的時候 覺得OPS還可以嗎 好 有沒有什麼 就是您想知道 但是我稍微沒有提到的 來老師請說 OPS它會把Layout的結果做一個 Layout的結果 它目前是有那個設定檔 這裡 它有一個這個設定檔 這邊 這個是可以做儲存 對 只是 如果你要轉換到其他的 好 我這邊停止 你如果要轉換到其他的那個地方 可能就不行 就要轉換到不同台 它目前好像就沒有這個匯出了 就是只能在同一台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是 Layout有一個3D模型的那個 那個物件 它怎麼去匯入到這個 你說我裡面這個嗎 就是這個嗎 這個嗎 這個嗎 雲端上面有放幾個3D模型 哦 那個需要另外一個軟體 那我要角度大小 還有那些材質 所以最後還是要以2D影片的方式 對對對 它並不是做VR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我這邊已經輸出完了 有沒有 它這邊是不是就輸出完了 那您就可以過去看一下 比如說就找到這個資料夾 然後未命名這裡 打開 所以前面是講解的 然後後面會有一段 這個對不對 那預設一張投影片是3秒鐘 就是如果它內建的 內建的就是3秒鐘 當然如果你有視訊進來 就看你的視訊多長 像這樣子 這樣就整合在一起了 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 我們大致上 利用這個方式 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OBS大概怎麼樣去使用 還有它後面剪接的部分 好 那可能今天時間上 大致上只能到這邊 那麼如果說 老師您回去之後使用有問題的話 沒關係我提供售後服務 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或者您那個簡報上面的第一頁 這裡都有我的Email 我們可以再保持聯絡 這樣子 那我的 其實呢 您到我的那個YouTube上 也會看到 就是像我去延期的 我有像這樣錄下來的 那就會公佈在上面 目前比較完整 應該就是那個 那個名傳的 因為那是去年免底上的 就比較完整的有紀錄下來 這樣你就可以做參考 好 OK 那今天可能就只能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